包括说新闻啊以及各大媒体啊 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数据源都一一的列出来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可以写信给牛津大学团队 然后呢再问问他们就是更详细的一个文档 因为他们这个团队现在看起来也就有将近100人 在做这些所有的数据的收集和整理 有可能也是一个挺挺长的清单啊 就像我自己本人也非常感兴趣 想知道他们的数据源是哪里 比如说像他们这个文章里面收集的经济类相关的指数 那么IMF国际货币经营组织 他们其实也是有相关的收集的 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把它整理成是这种量化的数据 而是一个文本的形式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 我们之后可以再继续跟进一下 好的那我就继续再讲一讲 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比如说即使是以那个 C1有关于关闭学校为例子的话 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 构建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指标会是最好的 像现在这个指标的话呢 它是一个这个categorical variable 意思就是说它分成了四大类 其实因为它就是零 就表示说没有 大家都没有关学校 在这个国家里面没有关学校 然后呢一的话呢是仅仅建议 二的话呢是强制要求关学校 但是呢只是一定层级的学校 就比如说像他们有可能不关那种幼儿园 但是呢会关小学中学 还有大学类似这样子 那么三的话呢就是 所有类型的学校都需要关闭 另外一个衡量的角度就是刚才大家有问到啊 就是那个叫flag这个variable 其实在初期他们想衡量的 也就是这个在这里看到的这个target 它到底是等于零 还是说是这个变量flag这个变量等于零的话 就表示是局部的政策 如果说是等于一的话呢 就表示说是全国通用的政策 这样的方法 那么除此以外也有其他的一些 就是来标注这个变量的方式啊 如果有人想了解的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 如果说是要执行强力的这种social distancing 那么是需要 如果说需要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大规模的聚居和集中都避免的话 那有可能它是会到三这个层级 如果说是根据这个目标来相应的做探讨和研究的话呢 那也可以就是把这个分解成是require closing all-level schools 然后呢这个再设成一个零一变量 这也是一种方法 好 然后呢现在也有相关的那个就是问题啊 说这个指标里面有没有考虑社会主义国家 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不同 这里面他考虑了各个国家政策的不同 但并没有按照这个国家到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区分 然后呢另外有朋友还是Lily啊 讲到说一直觉得中国政策是最紧的 啊不过有一张